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名和尚 敬禮殺家正空喪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喀瑪巴 敬禮圖登達吉喪師 我們敬禮坦承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要師流離光如來 師母 丹真咖措圖登係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二方 高尾 愛してる シャラネ 五落御子 極限吉祐祖 muchos すごい sin ando 一番気持ちいい 十明 早幾 最近 回憶 今天我們是 要是流利光如來同修 在這裡呢 我們希望 最希望的 就是 這一次的瘟疫 能夠很快的過去 另外呢 這個新冠病毒 全部死光光 這個病毒太厲害 傳播力很強 有第一波 還有第二波 這個 事不過三啊 到了第三波 就叫他們全部 無涅無 那時候就可以 歐阿里 歐阿里 就結束了 當然我們最希望就是說 將來疫苗出來以後啊 每個人都可以施打到疫苗 每個人都可以有抗體 那時候 就可以恢復 恢復 以前 完全沒有病毒的這種生活 不然 不然 再這樣子下去啊 就 大家都會得 憂鬱症 哪里都不能去 那我們的這個大法會 也都不能夠舉辦 神的很多人 的大法會 萬人以上的法會 都不能夠舉辦 這次很麻煩 經過了 這一次的教訓 應該大家都會 那希望藥師的立光如來 還有這個除瘟疫度母 跟藥王藥上菩薩 日光偏照菩薩 夜光偏照菩薩 夜光偏照菩薩 是否能夠照顧我們 能夠照顧我們 能夠照顧我們 我們正佛中的弟子 人人身體健康 百毒不侵 最好 但是也不能夠這樣子講 不能說只有照顧我們 所有的佛教徒,所有的全部的人類,甚至於生物界,都能夠平安吉祥。 我們還沒有說法以前,先拿一個笑話做影子。 有一個罪患,他整天想著如何業意,什麼時候最適當。 有一天,他在農場做事情,因為你知道罪患也會帶出去外面,去做事情。 無意中,他撿到了一個桃子,心裡非常的煩死。 難道這是老天爺在暗示我可以逃了? 他撿到一個桃子,就逃了。 結果他真的逃了。 每幾天,這個逃犯就被抓回來了。 這個義警就問他,你為什麼要逃? 逃犯說,我撿到一個桃子,以為老天暗示我要逃。 那義警又問,那為什麼又抓回來呢? 逃犯無奈地想說,我一時大意,沒有注意到那個桃子的顏色。 那個桃子是白色的。 白桃還是被抓回來。 這個笑話,雖然是個笑話。 我們本身,邪佛的人,經常有一些佛菩薩的指示。 那佛菩薩的指示。 可以得到某一種啟示。 但是啟示啊,你必須要完整。 或者你了解其中的,他本身的深意。 而不要誤解到了。 以前我記得有一個故事。 也不是故事,是事實。 我的最後一個上司。 就是圖登達爾吉上司。 他得到空行母。 這個白杜母。 跟他講。 你要到台灣去找一個姓羅的。 你到台灣去找一個姓羅的。 他可以將圖登派,圖登派的秘法弘揚光大。 圖登達爾吉上司。 他真的到台灣來。 從這個北部,一直到南部,到了中部,到了哪裡,他都去找。 在台灣。 他當時台灣啊,也有一些人歸於他。 台灣有一些人歸於他。 但是就沒有一個姓羅的。 就沒有一個姓羅的。 這個羅啊,他以為是四維羅。 四維羅。 然後他回到香港。 有一天呢,他問這個白杜母。 白空行母,叫白杜母。 他問白杜母。 他說奇怪,我到台灣去。 也杜了不少人。 為什麼沒有一個姓羅呢? 白杜母跟他講。 這個姓羅的人,已經來找你。 已經來找你。 只是你誤解了。 我講的是,白杜母講的是台語。 是羅。 羅杏然。 羅。 台灣人當然講台灣話嘛。 白杜母講台灣話。 是羅。 羅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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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台灣話叫做羅杏然。 羅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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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話叫做羅姓蘭 姓羅的 我在當場聽圖登達吉這樣跟我講 白杜姆要他到台灣來找一個姓羅的 他會幫你把圖登派發揚光大 他沒有找我反而我去找他 所以這個就是誤解 很多事情你要問清楚姓羅的 是講台灣的羅嗎 還是普通話的羅 普通話的羅當然是四維羅 台灣話的羅就是盧啊 所以這個就是要清楚分辨這個活菩薩的啟示 不能就是誤認 那麼現在進行你問我答 這是Australia Siri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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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佳云,应该是云吧,一个女日旁,一个云,蓮花佳云,问的,一心顶礼根本丧失,在《诗尊文集》第275册,解脱道口诀, 有《细说九节佛云》文章,里面一开始,先作前行七支,到作完九节佛云后,要持咒, 念一百零八遍或更多,之后才入三昧地。 请问师尊,这持咒,是一定要持着金刚萨斗的心咒吗? 还是本尊咒,还是上师心咒? 就是金刚萨斗的心咒,既然叫你念, 之后才入三昧地,念一百零八遍,或者更多,就是要你念, 你念一百零八遍,绝不能念别的,你问我说,还是本尊咒,还是上师心咒? 不是本尊咒,也不是上师心咒? 就是要持咒,一百零八遍,一百零八遍。 因为咒,一百零八遍,跟百日民众是一样的,同样的功德, 就是消除业障,入三昧地,为什么要持百日民众? 因为百日民众,就是转化成空。 你入三昧地,最重要的就是空。 就是把你所有的念头,全部转化成空。 这是最重要的,要配合,什么时候,叫你念什么时候, 你就依照这样子念, 你不能像刚刚那个误解, 这个解读道道口诀, 这个细说久洁佛风的, 这个修法。 你念了本尊咒,或念了上师咒, 虽然, 每一个咒,是相等的,都是有力量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为了转化成空, 你还是念, 噩,八咒,三董,阿,红佩, 不可以误解, 刚刚刚讲过误解嘛, 笑话也是误解, 那个姓罗跟姓卢也是一个误解, 也是一个误解, 所以你要念, 噩,别扎,撒,倒,阿,红佩, 因为久洁佛风以后的词咒, 一定是,噩,别扎,撒,倒,阿,红佩, 因为他就是要你转化成空, 那这样子对你的入三美地比较有用。 这篇文章里的久洁佛风以轨, 跟上世相应法, 或其他本尊法以轨, 有什么不同? 当然有不同, 这里专讲久洁佛风, 专门讲久洁佛风, 久洁佛风最主要的意识呢, 是教你练习, 气在你身体里面的运转, 另外呢,教你专一, 因为你要入三美地, 一定要先专一, 观想本尊现前, 或者专失现前, 他的这个鼻孔吐出来的白色的光, 进到你鼻孔里面, 转一千, 从这个走鼻孔出来, 然后他的鼻孔, 又一个白光, 进到你的鼻孔里面, 再转一千, 再从你的右鼻孔出来, 他的两个鼻孔的白光, 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转一千, 到了顶峭, 不通, 再回来, 再从左右鼻孔一起出去, 这样子练习九次, 就是要你专一, 你的意念一直在这个光跟气, 心,光,气, 三则合一, 就变成专一, 专一完那以后呢, 你就持转化成为空的, 奥别扎萨都阿奉陪, 然后再入丁, 就是帮助你, 能够很容易入, 三昧地的方法, 所以才有细收九节佛风, 这个仪轨呢, 跟上师相应法后, 其他本真法仪轨, 当然是不同, 因为是细说, 很仔细的, 把九节佛风讲来一遍, 你按照这个, 就是在练你的九节佛风的仪轨, 每一节每一节, 我也会讲, 这个释迦行, 这个解脱道口节里面, 也有提到四种加行, 要怎么做, 怎么做, 都有提到的, 每一样都把它做成仪式, 变成一个仪轨, 你就会按照这样子修行就对了, 不要问东问西, 问南问北, 不要节外生枝, 你就按照这样子做, 对你是有帮助的, 在石砖文集, 第275, 解脱道口节, 本尊法口节之二, 提到密教行者要学习入我我入 可觉如下 一 观想本尊从对面空中移到行者头顶上 颂本尊咒一百零八遍 观想本尊甘露灌注行者前身 行者变成清净 颂本尊咒一百零八遍 观想本尊化为光点 有顶至心记 安住于心中莲花 颂本尊咒一百零八遍 观想本尊渐渐变大 如行者之身一样大 无二无别 颂本尊咒一百零八遍 最后行者观想自己变大 如虚空 整个虚空前世行者 颂本尊咒一百零八遍 请问师尊以上每一步 最好都要送本尊咒一百零八遍吗 已经叫你送一百零八遍啊 你还问我 这是问南问北啊 叫你不要问东问西 问南问北 已经叫你送一百零八遍 就是加持 就是上师 本尊咒上师给你加持 或者本尊给你加持 加持你有那个能力能够变化 那你不送 当然要送本尊咒一百零八遍 不然我写出来干什么 白写啊 刚才是白桃 我现在是白写 上师相应的法遗轨里面 没有提到这一点 可佛用四字咒 炸烘斑货来替代 上师相应的法遗轨里面 没有提到 这是炸烘斑货 炸烘斑货 炸烘斑货 的所运 上师相应的法遗轨里面 没有提到这一点 可佛用四字咒 炸烘斑货来替代 炸烘斑货 其实也就是观想嘛 观想这个本尊在虚空 本尊移到你的面前 本尊住在你的顶上 本尊进入到你的心中 上师在虚空之中 上师到你面前 上师注定 上师进入你的心中 上师相应的法遗轨没有提到这一点 并不是每一个法都要用到这一点 并不是每一个法都要用到这一点 没有提到 那你也不要多加进去 依照师尊所写的就可以了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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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音乐蛮好听的 这音乐蛮好听的 马来西亚 那么是在Amy问的 师尊好 请问师尊 是不是还没有修完四加行 还没有相应金刚心菩萨法 和上师相应法 就不可以修宝平期 七重轮运动 和六支提供法 谢谢师尊指点 这个Amy 顶礼 何时 是这样子的 因为现在的时代 大家都求素 这个时代也跟以前古代不一样 很多的上师 规定都不同 有的上师是这样子 你每修一个法 就一定要灌顶 每持一个咒 都要灌顶 每持一个咒 都要灌顶 每修一种法 都要灌顶 释迦行就分成四种灌顶 大礼拜法 他也要灌顶 献慢打 他也要灌顶 事归意 他也要灌顶 事无量心 他也要灌顶 忏悔法 他也要灌顶 必如七支作 他也要灌顶 好多种灌顶 那是分得非常的细 那师尊在这里已经讲过 我们的皈依灌顶 就包含了上师相应法 里面 所有一切的灌顶 都在里面 也就是释迦行 上师相应法 跟这些法 全部都在里面 这些法 是释迦行 其实凭灌顶 包含了 各个本尊 就是地 皈依灌顶里面 皈依灌顶里面 就包含上师相应法 里面的所有加心 跟上师相应法 通通在里面 有人讲 这四加行 包括两个加行 上师相应法 也包含在里面 另外一个是 是什么法的 那个相应法 六加行是包含什么 六加行 有的讲六加行 上师相应法 也包括在六加行里面 就加了一个 就是第五种加行 就是上师相应法 那我们生活中 是规定是这样子 只要你皈依灌顶 就包含了上师相应法 跟四加行 四加行 都包含在里面 那么本尊法 是另外要灌顶的 本尊法另外就是 平灌顶 平灌顶的 包含了本尊法 修保平器 修保平器 七重轮运动 跟六支提供法 应该是在内法 应该是在内法里面 就是在内法 那么你是这样子 以前规定是说 你四加行 相应了 本尊法相应了 你再来求内法 很多的上师 是会这样子规定 你本尊法相应了 你才能够来求内法 但是也有的上师 在现代的上师 已经进步到 你内 这个本尊法 还没有相应 你就先求内法的灌顶 就是红白花的灌顶 就也就是内法的灌顶 跟这个本尊法的灌顶 跟你的皈依灌顶 全部一起灌顶 还没有相应之前 全部都一起灌顶 有的 那么增活中也可以 也就是说 你们要修保平器 修七重轮运动 修六支体功法 你们先灌顶二灌 就是红色的花 白色的花 供养红色的花 跟白色的花 红色的花代表红菩提 可以修七脉明顶 在生活中是可以的 你们要一样一样的来 也可以 要一起都灌顶 好像是说 皈依灌顶 本尊法灌顶 红白花灌顶 都可以一起来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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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内法灌顶 绝对是要清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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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灌顶 归于灌顶 就没有 归于灌顶 就是可以遥空灌顶 隔空灌顶 那这已经是很方便大家了 很方便大家了 或者你要一样一样的灌顶 你说我要灌顶 保瓶器 时尊就给你灌顶 保瓶器 你要做七重灌顶 运动 就给你灌顶 七重灌顶 运动 要六支体功法 也就给你灌顶 六支体功法 这个就是一种方便 我们现在呢 现在的上师啊 都比较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 就是给同盟 善巧方便 因为你到了 来到西雅图 不容易 尤其是现在 现在疫情期间 你要来西雅图 一趟不容易 所以你来西雅图一趟 就给你本尊法灌顶 给你这个 红白花 内法的灌顶 就等于二贯的灌顶 出灌的灌顶 二贯的灌顶 皈依灌顶 种种的灌顶 就全部都可以做到 这样子 那无上密的灌顶 三贯 要看 要同你的道办 一起来灌 如果没有跟道办 一起来道灌 算是道法 违反戒例 是不如法的 完全是不如法的 要注意的 三贯无上密 绝对要跟你的道办 一起来授灌顶 师尊还要灌顶完 师尊还要讲解 那是三贯无上密 是特别严格的一个灌顶 三贯是特别严格的一个灌顶 不能随便的 如果这个人 跟你没有完成 如法的灌顶 那个上师啊 是犯了戒例的 一定下第一 或者你那个 根本不是上师 一般的法师 也是犯戒例的 一般的同门 没有受无上密灌顶的 他假装有受无上密灌顶 或者 曾经有一个上师 写了很多的灌顶 要我给他摇灌 摇灌这个 摇灌这个 摇灌那个 摇灌那个 当中还写了三个小字 无上密 很小让我看不见 让我看不见 摇灌顶 摇灌顶也有无上密 你是在搞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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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玩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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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下金刚第一 援罗王劫不饶你 如果我变成援罗王 我就变成审判人 援罗王附在我身上 我马上变得很严肃 我告诉你 马上问您 马上抓到地义 这个无间地义里面 官都是这些上师 你犯了戒律 所以冠顶不是随便的 无上蜜的冠顶不是随便的 你不跟道办来随便做 你找死啊 你捶戏啊 真的 你捶戒了戒律很严格的 到了阴间里面 到了圆罗网的所里面 一个一个都逃不掉 所以师尊也是很麻烦 可能你们到了阴间 师尊也要去到阴间 去到阴间做什么 圆头还会折捧我 你灌顶这些上师 这些上师有罪 你也有一分 我得陪你 我得陪你 到时候我也有罪 真的 上师是很神圣的 什么叫上师啊 无上之师啊 没有比这个 再更高的师父啊 才叫上师啊 灌顶的那些 这个 真的 我看 我也是有罪 我看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最基本上的上师 就是 我们上师分成四种 阿世勒 阿世勒 就是上师 大金刚 大阿世勒 麻哈阿世勒 就是大上师 大金刚阿世勒 就是更高的上师 大金刚阿世勒 最上面的上师 大雌明金刚阿世勒 就是最高等的上师 基本上的阿世勒 是所谓的 你的移轨全部懂 至少 解脱到口诫里面的移轨 你全部通通都清楚明白 那才叫做阿世勒 基本上师 解脱到口诫 解脱到口诫里面的移轨 各个本尊的移轨 各个本尊的移轨 你都懂 你都懂 才叫做阿世勒 那是最基本的上师 所以应该要明白这一点 这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艾米问的 印尼 谭政前 谭政前 问的 请师尊指示弟子 如何修法及修心 让弟子的才运及健康运可以顺利 请师尊指示弟子 如何修法及修心 让弟子的才运及健康运可以顺利 才运能够顺利 你就修才神法 修才神法 这是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 你身体要健康 善巧方便 你做七重轮运动 六支体功法 金刚前法 善巧方便 你可以健康 健康是 在密教里面有 如果是在显教 他没有特别叫你要如何健康 所以显教的法师 联有菜色 联有菜色 菜色 因为吃素 联有菜色 身体很虚 讲话有趣无力 说法 呢呢 女兒 講幾話來就 女兒 走路漂漂逸線 現在漂一樣 漂來漂去 身體很瘦 當然肥的也有啦 因為菜油吃太多 菜油出太多 一般来讲 树的东西 像树面 树菜 都摻了很多的油 也有吃的很回胖的 但身体瘦的比较多 还有病 带着病 我记得 我在纽约的时候 那时候 我去了纽约红华 圣言 圣言法师 知道吗 那个叫 华谷山 华谷山圣言法师 他还没有去台湾以前 他是在纽约 他在纽约 我在纽约的那个 做法务的时候 做飞机金刚法的时候 他那时候在纽约 飞机金刚法 我们有这个 几千人的 将近万人的法会 也是世界形 我们在麦迪森广场 麦迪森广场 做法会 那圣言呢 是在这个纽约的 这个文教基金会 台湾的文教基金会里面 有两百多个人 参加他的法会 我们在麦迪森广场 有数千人到一万人的法会 麦迪森广场 麦迪森广场很贵的 很贵的 那个场合是很贵的 那时候圣言也在 在那个文教中心 他有两百个人的法会 那时候他还没有到台湾 还没有创建法谷山 的时候 在纽约 有一个中医师 也是正国中的弟子 他保险给他 检查身体 那个中医师跟我讲 圣言法师 他的身体阴脉 阴脉很重 阴脉 阴脉 阴脉很重 就是身体里面 有阳有阴 有阳有阴 他的阴非常的盛 所以他的阴脉非常的重 阴脉的重就是 会让你气非常的虚 人非常的消瘦 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他的借力讲得很好 圣言法师的借力 借力血 他讲得非常好 我喜欢圣言法师的借力血 这一点 是很重要 圣言法师的这个借力血 很好 但是他没有健康 神言法师是没有健康 没有健康的运 那么我们这样子 我们 邪密教的 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 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 所以你要学什么 七重轮运动 六支体功法 六支体功法 七重轮运动 学瑜伽 学金刚拳 要打拳 打这个金刚拳 是让你的气 能够充满你的前身 要气要充满你的前身 要能够运转 要能够提起 要能够提起 你要有气 要有力 这个有气 有力 让你的身体 那个气要运转 气要把走火生起来 要火 火是羊 阴是水 要水火 要交融 这些都要有健康的身体 不然你只有水 会让你分沉 只有火 会让你亢奋 你身体有火 会让你亢奋 身体水太多 会让你分沉 但是没有水也不行 因为没有水不能入三昧地 要这样子静下来 要定 一定要有水 要动 一定要有火 动静双印 水火双印 热空双印 阴阳双印 全部在这个双印里面 密教里面 是这样子的 所以一定 水火 一定要交融 才能够把你的脉 全部打开 这个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 没有健康的身体 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做 把瓶器 七重轮运动 六支体功法 金刚拳 就是让你身体健康 所以因你的弹症药 你要得财印 修财神法 你要身体健康 你就是要做 这个七重轮运动 六支体功法 保瓶器 金刚拳 有空就来西雅图灌顶 有空就来西雅图灌顶 今天我们再来谈 软相任印 软相任印 无色戒的结束 软相任印 是尚未讲过 今天我们讲 无色戒的结束 二支体功法 送印 真实融入 佛母空阿 三界西空 若心气平等会仪 慧日的阿 阿字 生 宿边处 节受定 这个就是叫你 入三昧地的时候 入定的时候 你要观想 空的阿字 智慧的阿字 阿 智慧的阿字 可以到达 宿边处 有宿边处的 节受 现在讲 空无边处定 作念至显万法 为空 结其中有我 所正之凶 以我职能处 轮回之节受 其下诸定同此 我告诉你 第一个定 就是空无边处 这个人 这个修定的这个人 把色先除掉 这里的色 便不是好色的色 便不是色相的色 便不是好色的色 而是一切的 而是一切的万象 通称为色 他已经很厌恶了 这个色 就是人间的万象 他觉得 他觉得 都不需要了 入定的时候 你只要观想 空阿字 智慧的阿字 阿 观想阿字 你就能够到空 空无边处定 就能够到空无边处定 这是四空天 当中的第一个天 就是空无边处 因为你焉耳了 大地 一切身螺万象 你全部焉耳了 你要空掉这一切 你就到空无边处 那如何到空无边处 观想 这个阿字 这里四无边处定 坐念万法为知心 心事显现 你的念头里面 这个阿字 也可以显现到 四无边处定 单单观想这个阿字 可以到空 你焉耳了色 你就到了空无边处定 你觉得万法为事 所有一切的现象 都来自于你的心事 你自己的事 这个事就认识的那个事 为事的事 就到了四无边处 这个念头 你在万法为知心显现 就是你自己的事 就是你自己的事 所显出来的 就到了事无边处 到达第三 无所有处 你觉得说 这个除了为事以外 除了为事以外 事也是没有的 事也是空的 你起了这个事也是空的的念头 你到了 就到了无所有处 到了无所有处 做念万法于外境 内事亦无所有 你把事也认为没有了 你就到了无所有处 这时候啊 你又进步了 做念 你的念头想 万法是超越 有无的接受 有的接受 没有的接受 是超越的 而不是 有接受跟没有接受 没有接受 也是一种接受 有接受是一种接受 有接受当然是很多的现象 没有接受也算是一种接受 所以你超越了 有接受跟没有接受 你就到了 非想非非想出 做念万法是超越有无之接受 为有记之顶 接受 此事则 一非次地生 以上教士 诸暂时是三界 接受 现教士 出时间 接受 分二 这种接受 到达最高天 最高 无色界天 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天 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天 就是 等于是说 有接受 等于无接受 无接受 也是接受 所以 你超越的 有无接受 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天 这个还有一点点的细意 非想 就是没有想 非非想 就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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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没有想 非常非常没有想的想 就是细想 很细的想 超越了有无接受 还有很细的想 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天 那这样子跟大家解释这一段 告诉大家 入定 刚刚已经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口诀 你身上的火 就是阳 你身上的水 就是阴 水多的时候 比较容易入定 为什么 容易睡着 水多了 你分层 你就容易睡着 火多了 你容易康奋 就睡不着 这个 石尊以前 修保平器 火太多了 让我睡不着 所以我在睡前呢 我有时候不修保平器 只修一口两口 保平器 修太多的保平器 我太坑奋 就睡不着 太坑奋了 佛太多了 眼睛会红起来 牙床会肿起来 头会 头晕脑转 头会晕 坑糞 这是佛太多了 那么水佛交融最好 刚刚好交融 水佛交在一起 刚刚好 就是入定入正定的时候 入正定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这样子讲了 水就是消沉 佛就是坑糞 佛就是阳 水就是阴 阴阳调配的好 入三昧地 太坑糞了 就太紧 就火太多了 就太紧 水太多了 就太 太消沉 就太松了 太松了就睡着 abajo 就太 gener了 就太 Kon Gentlemen 规祇 也有点禁忍 就不是 那过 vous 你朋友幫他倒水泡腳 他說要加點鹽 我就加一點來進去 想一想又加了冰糖 加了醋 加了枸杞 你朋友說 你這是跟中醫學的嗎 我說不是 是跟我媽媽寫的 你朋友問 你媽媽常泡腳嗎 這個男朋友講 我媽媽常常煮豬蹄 他為什麼不加那個八腳呢 他也是在煮豬蹄啊 他也是在煮豬蹄啊 在公車上 這個把手呢 正在掏一個乘客的口袋 有一個婦人拍了拍這個把手的背 輕輕地說 別再掏了 他的錢都在我包包裡了 這個把手呢 就嚇了一跳 回頭弓著手 小小聲地講 私盡私盡 原來是前輩啊 這個婦人講 我不是你 我不是扒手的前輩 我是他老伯喔 我不是你 只要我 我想到一個笑話 一個 一個小孩子 到了動物園 去參觀動物 他走到老虎的那裡去看 哇 這個老虎很威猛 他说我将来 一定要养一个 这个 这个宠物 养这样子的宠物 才威风 二十几年以后 他终于 如愿完成 他终于养了一个 母拉夫 有一个小孩 最后一个笑话 他去动物园 他看那狮子 哇 狮子好啊 这个狮子 将来我一定 养一个宠物 是狮子 这个小孩子 到了三十岁的时候 终于愿望达成了 这个小孩 有一个师母 我会让你 阿玛 阿玛 感谢观看